警示解密案 事隔至今进入第三天 现在最新消息是枪手当时犯案的第二辆车 疑似就是这台赢灰色眉挂车牌的三菱轿车 枪手8号清晨犯案后开着第一辆车 到2.5公里外的停车场 把车烧毁后再换第二辆车接应 而现在第二辆车曝光 枪手当时呢 疑似就是开着这台 一路南下逃到高雄大树 在第二次把车丢弃 用演算泼洒试图延灭证据 外船第二辆车被丢弃后 枪手骑车往南一路逃到屏东 至今的下落不明 不过为什么这辆一次第二台作案车辆 会被警方放置在台南的昆山派出所 有消息指出由于这个派出所属于犯荒废状态 每天只有一两个远警来值班 因此远警把第二台作案车辆放在这里 用不遮掩 一次就是不想引起外界注意 而第一台被烧毁的犯案车也在同一个地方 那辆车一次都是权力车 而目前枪手的行踪还没有掌握 警方不排除任何可能 权力清查各地机场以及港口都全面警戒 现在就盼能找日气凶来厘清整起 枪杀命案的背后动机